直径長達23.5公分,並且重量有1460公克的巨型血管瘤,這回在三種外科團隊歷經4小時的手術後,成功從肝臟上切除,讓這位來自菲律賓籍的病理學教授John Dennis滿懷感激,並且高度肯定台灣的醫療水準。 I already feel that the operation will be very difficult, because the tumor is so big, and since I felt really relaxed before the operation, because the doctor told me that I should not be scared, so I felt really relaxed along the way. 替John Dennis操刀的三種外科醫師謝宗保表示,由於東方人善用筷子,因此進行精密的外科手術,自然比西方的醫生來得精準。 外加上之前也曾為一名超過30公分巨大腫瘤的病人完成切除手術,這回得知病理學教授來台求診,更是義無反顧替他操刀。 東方的民族是用筷子的民族,所以他的右手特別強,所以外科醫師的手會比其他國家的手巧一點,所以在肝臟手術上面,事實上有一些比別人比較厲害的地方。 因為之前就做過這麼大的血管瘤,而且還更大40公分,那我看他的位置、狀況並不會比前面一個複雜,所以我認為是可以做手術切除的。 原本在國內被建議肝臟移植的John Dennis,抱著一線希望來台診療之後,不但成功切除巨大的血管瘤恢復健康,同時也感謝台灣的醫療團隊技術具有國際水準,也相信未來在國際醫療互助的運作下,可以加會更多的病人。 記者劉德宇採訪報導。 比比寬便宜一百十美,每月八八八,送一千兩百元,還有二十一個高畫質頻道,WiFi無限環境,免費時間管理,快打電話找比比。 OK